为了要鼓励在各领域获得佳激的学生与选手们 秀林乡公所办理112年度秀林乡优秀奖助学金 继集邮选手奖励颁奖典礼 而秀林乡长王梅归与国小国中的学校 还有同门村长以及文兰村长担任嘉宾 一同来参与盛会 秀林乡长王梅归既要秘书黄继彤表示 幸福秀一只是秀林乡长王梅归认真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乡政努力多层面的推广 从社会福利、运动休闲、文化教育、产业福岛以及基础建设等等 就是期盼能够达到最幸福的运输民部落环境气氛 而这是恭喜获得奖助学金优秀的青年学子 以及荣耀本乡、征光运动选手的乡亲们 优秀的表现是雄林乡公所持续推动幸福政策的支持动力 王梅归非常重视在教育这个方面 所以投注在教育 其实我们常常在想 投注在教育是最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投注在这里完全没有选票 可是在20年之后 这些孩子慢慢长大 成为地方的人才的时候 就会成为我们绣林乡往上 往上 最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乡长非常的用心用情在教育上面 那除此之外 在我们连住民在艺术运动 各方面其实也都非常重要 我们这次特别邀请非常多的团体选手 来到这边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喜业 这次优秀奖助学金申请人总计有1291名 录取总人数为1256名 这次发放奖金总金额为348万7500元整 机有选手表演人数共计16项 团体四组机有教练14位 期盼鼓励部落年轻人向善 为部落未来培育更多元 更多的专业人才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